伯大尼村 有个名叫拉撒路的人病倒了 伯大尼是玛利亚和他姐姐 玛大居住的村庄 就是这个玛利亚 后来用香膏抹煮 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他的脚 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 他们姐妹两个 托人去告诉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后说 这病不会致命 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使他的儿子 借此得到荣耀 耶稣也向爱玛大 玛利亚和拉撒路 可是他听到拉撒路 有病的消息后 仍逗留了两天 然后才对门徒说 我们去犹太吧 门徒说 老师 犹太人进来想拿石头打你 你还要去那里吗 耶稣说 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人在白天走路 不会跌倒 因为他看得见这世上的光 人在夜间走路 才会跌倒 因为没有光 接着 耶稣又说 我们的朋友 拉撒路已经睡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 主啊 如果他睡了 肯定会好的 其实耶稣是指 他已经死了 门徒却以为 他真的睡了 于是耶稣清楚地 对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很高兴自己不在那里 好叫你们信我 现在我们可以去了 绰号双胞胎的多玛 对其他门徒说 我们也去 好跟他一块死吧 耶稣到了伯大尼 得知拉撒路 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大约只有三公里的路 很多犹太人来看 马大和玛利亚 为他们兄弟的事 来安慰他们 马大听说 耶稣来了 就去迎接他 玛利亚 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如果早在这里 我弟弟就不会死了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 上帝必定赐给你 耶稣说 你弟弟必定复活